第十题,顶级跑车往往号称超强的加速能力,车速从0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,只需要3秒钟,请问关于该细数何则解读正确? 选项A说0到3秒的平均速率为每小时100公里,一开始是0,结束的时候是每小时100公里,所以平均速率绝对不会是每小时100公里,所以选项A是错的。 那么选项B0到3秒的加速度为100公里每小时每小时,那么这个一定也是错的,我们当然可以认真的努力去算他的加速度有多大,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上面叙述中知道3秒钟就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,所以他最后的单位绝对不会是小时平方才会加速到100,所以选项B一定是错的,选项C说只需3秒钟就可以暴冲100公里, 这当然是错的,我就算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,也要开1小时才会开100公里,不会3秒钟就会暴冲100公里,所以选项C是错的,所以呢只有选项珠会是对的,因为我的加速可以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或者是以上,所以选项珠呢是对的。 因此第十题问我们说,请问关于该叙述何则解读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租,第三秒的顺时速率达到或超过每小时100公里。 由于贵买单的设定来到明明 Guide 由贵书猩�� canned叙返请 感谢观看